西游记 第十六回 捉拿金鱼怪 妖怪一听 大怒 胖和尚 那晚我没有带兵器 被你打伤了后背 我今天要和你交战三个回合 你如果赢了我 我还你师父 你如果败给我 我就要连你一块也吃了 话没说完 沙僧举起了宝杖 大喝一声 妖怪 不要胡说 先施我一证 说着 就朝那妖怪劈头打了过去 八戒也从另一边 举起钉耙向妖怪打去 妖怪忙举起双锤 两边相迎 三个人在水底打了两个小时 还是不分胜败 八戒见赢不了妖怪 就对沙僧使了个眼色 两个人假装败 拖着兵器 回头就跑 妖怪在后面紧追 悟空在空中 见河水波浪翻滚 又传来喊沙的声音 知道妖怪来了 她让过了八戒和沙僧 妖怪刚一露出水面 就一望打去 那妖怪闪身躲过 急忙用铜锤相迎 两人半云半雾 站了三个回合 妖怪招压不住 打了个水花 又钻进水里去 悟空来到岸边 沙僧说 哥呀 这妖怪在岸上本是不行 但在水里可厉害了 我和二哥两人都打不赢他 八戒说 猴哥 我和沙僧再去把他引出来 这次你看准了再打 三人正说着话 忽然听见空中有人喊 悟空 不要急 我来了 悟空抬头一看 原来是观音菩萨 手里提着一个竹篮 菩萨笑着说 你们快来看我捉拿妖怪 他说着 从衣服上解下了一条丝带 一头绑在竹篮上 然后手提着丝带的另一头 把竹篮扔到了河里 菩萨念了两遍咒语 把竹篮往上一提 只见竹篮里装了一条亮闪闪的红金鱼 还在眨眼冻腮呢 悟空问 菩萨 妖怪在哪里 菩萨说 你们看这竹篮里的鱼 菩萨说 这鱼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神通 菩萨说 它原来是我莲花池里养的金鱼 今天早晨 我到池边看莲花 发现金鱼不见了 我一算 知道他成了精 正在通天河里害你的师父 我这才急急忙忙提了竹篮来捉他 现在你们快去救师父吧 八戒和沙僧又跳进了通天河 一顿钉耙铁杖 打死了众小忧 救出了师父 拖上岸来 唐僧师徒正准备找船过河 呼听水中有人高叫 大圣 我送你们过河去 不一会儿 从水中钻出了一个大白鳖 有三间房子那么大 原来 那水源之地是白鳖的洞府 被那妖怪占了 现在白鳖又可以回家了 所以他高兴的来送唐僧过河 白鳖爬到了岸上 悟空对唐僧说 师父 我们站在他的身上 渡过去吧 唐僧有点害怕 白鳖说 师父放心 在我背上比您坐船稳多了 唐僧只觉得耳边呼呼风响 真像飞一样快 白鳖拖着唐僧师徒 不到一天 就过了八百里通天河 唐僧来到岸上 对白鳖道谢 白鳖说 师父 不用谢我 我在这通天河里修行了一千三百多年 虽然会说人话 但还不能变成人形 听说西天佛祖能知道过去和将来的事情 师父如果见到了他 请替我问问 到什么时候 我才能变成一个人生 唐僧点头答应说 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问一问 白鳖点头谢了唐僧 就回到水里去了 黄菇